注意看,这个女人叫小美,这天她骑着她心爱的小摩托,靠在车道最左边,乖乖打到方向灯,准备左转。 突然,她眼角瞄到右上角的带转排,急急忙忙又窃去带转区。 此时的她,完全没注意到即将掉入政府埋下的第二个陷阱。 翻开覆盖的陷阱卡,带转区前的曹化县。 曹化县的奥妙就在于,她能隐藏于带转区旁,随处可见。 平时还会躲在边线后隐藏杀鸡,就算被民众申诉,也告不了你,不愧为七种陷阱之手。 话说回来,第一个陷阱在哪?怎么就直接跳第二个陷阱了呢? 看到了吗? 同向二线道,内车道上的进行机车。 先不讨论进行机车何时检验。 依现行法规,机车应该在最外侧二车道行驶。 也就是金门的道路,原则上都不该划设进行机车。 当然,若早期的交通科官员们觉得骑机车很危险,就只够隔起一条车道,我也只能先表示尊重。 本集没有红单,只有心酸。 我自己在地人,骑机车在十字路口左转,都正常先靠左即可。 然而在成功路口左转,却须先靠右。 金门身为以观光为主的岛屿,道路设计连在地人都会起错,更何况外来的游客。 当台湾在推行友善机车政策,也希望我们金门,哪天能跟上时代成为友善机车,友善自由行的城市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